今天是丽丘了 哇塞 我今天比木子高好多大家看 我去看看 好多人 我吃到鱼子 我还想吃鱼子 我来吃鱼子 吃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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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昨天去超市买的 它只有这一种了 这个吐司比较小 切了一块吐司 切得比较厚 好可爱啊 完成了 mentioned the paper 切成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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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这个路 切成肉 切成肉 这个是我刚才剪下来的手套的一角 然后用牙签扎了一个洞 机智而握 煮 идет 你把鸡皮装拿起来 然后鸡皮装在上面 揉一个鸡皮 沸騰鸡 今天一份的早餐就做好啦 哇 看這好好吃 早餐時間結束 嚇死我了 現在呢我打算跟大家一起來開一下快遞 這個箱子裡裝的都是一些吃的東西 第一個是八蛋目就是今天早晨 就是今天早上我做酸奶的時候加的那個 那剩下這三袋也都是打算平時做水果 酸奶的時候加進去的 分別是這個是烤過的真子 所以這個是扁桃人片這個是開心果 我就特別喜歡在酸奶裡邊加一些水果呀 麥片呀還有這些堅果 我覺得口感會特別好 然後整體看上去顏值也會比較高 我還買了一袋這個卡樂比的水果麥片 這塊我去年的時候買過 去年的時候也很喜歡加在酸奶裡 它的口感就是比較甜 然後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那這個箱子就是我在天貓超市買到的一些吃的東西了 第二個包裹我已經打開過啦 是我在淘寶上面買的兩件衣服 這裡邊裝的是一件西裝 然後還有一條吊帶裙 就是我已經迫不及待穿上了 先給大家看一下那條吊帶裙吧 是這個牌子 他也是我偶然逛淘寶的時候 我已經逛到的 我覺得這條裙子就是非常的有女人味 它的顏色非常的適合夏天 是這種水綠色的 特別的溫柔穿上身 肩帶的設計比較特別 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一個我選擇它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它穿上去的話不會特別的漏 它的V領部分我覺得開的角度剛剛好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它的版型 我非常的喜歡 是這種比較修身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是這樣斜著走線的 所以它的裙擺部分就會更加的飄逸一點 穿上身也非常的舒服 摸上去是那種冰涼的感覺 肩帶這裡好像是不能夠調節長度的 但是我穿真的剛剛好 大家可以單穿 也可以在外面套上襯衣 然後秋天或者春天的時候 外面套個西裝也是非常好看的 都是同一個牌子的 這件西裝它還是蠻厚的 不適合現在這個季節 大概在9月下旬吧 9月中下旬的時候穿 黑色就會比較百搭一點 試一下 這樣看好像是那種直圓 這樣搭配實在是太奇怪了 我還是換成剛才那條裙子吧 大小還是比較合適的 先來拆這個 看起來還比較大的 啊我知道這個是什麼了 這是我收到的一款包 給大家看一下 哇塞 媽呀拿在手裡 真的質感特別好 那這就是我收到的這款 來自BaraBara的皮包啦 它是一個來自英國倫敦的皮具品牌 非常的具有復古的風格 這款包包呢我選的是黑色 在他們的官網還有一款深酒紅色的 也特別好搭配 對那整個包包它都是純手工製作的 看上去摸上去都非常的有質感 而且大家應該能夠感受到 它這個皮是蠻硬的那一種 這種皮質它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容易塌 五金這裡 它都是這種做舊的設計 打開的話 直接就是把這隻手這樣往後 它就這樣打開了 開合方式是類似於復古的口筋包 對如果你要關上也就直接往裡這樣一扣 包包裡面就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它的容量日常出門已經完全足夠了 因為它還是有那麼深 它裡邊還有一根肩帶 就是你平時可以斜跨可以單肩 然後也可以手提 對背法還是蠻多的 那我覺得這款包在穿搭上面 它也不挑季節 尤其是在秋季還有冬季 它都是非常好搭配的一款 我會在評論區放上9折的折扣碼 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直接去官網購買就可以了 這個折扣碼在兩週之內都是有效的 接下來開這個快遞 是我在淘寶上面買的染眉膏 因為我的眉毛是屬於比較黑的那一種 但是我現在又因為染了頭髮嘛 最好是髮色和眉毛的顏色能夠保持統一 這樣會看起來就更加協調一點 所以我就在淘寶上面挑了一款 大家評價還不錯的這個染眉膏 是這個牌子的 色號是F01 哇 我覺得它的殼子顏色還挺好看的 我馬上就要試一下 立刻跟大家看一下效果 先把我的瀏海搞起來 哇 媽呀 蠻好用的 立刻就淺了一個肚眉毛的顏色 刷的也比較均勻 這邊也上上 它特別好上色 而且幾乎每一根眉毛都能照顧到 但是大家就是畫的時候還是要掌握好角度 好了那這就是這款染眉膏的效果了 我本人親測我覺得還不錯 現在這樣感覺確實是要協調一點了 可以 這個是我買的 英影 是這個牌子的 就還蠻平價的 然後也是看到大家都說它很好用 對 我就買來試一下 這個就是我買的 三色修容粉 還送了好多東西 這啥呀 這個是化妝棉棒應該 對 還有一個小鏡子 這小鏡子還蠻可愛的 這種圓圓的小鏡子 還送了一個修容刷 這個真的很需要了 它的刷毛感覺質量也還不錯 打開這個看一下 殼子還蠻好看的 就這樣一塊 因為我自己也是畫陰影的新手 我就先暫時不試了 我怕一會兒 變成大型災難現場 我還得去卸妝 然後這視頻就錄不下去了 對 這是我買的兩件很便宜的背心 我兩件都是買的同款 顏色不一樣 就這種比較基礎款的 帶有胸墊的背心 對 看一下這個顏色 這個是焦糖色的 這個顏色也好看 這個背心買來主要就是平時做一些搭配 外面套襯衫呀 或者是套一些外套 都會比較好看 現在來看今天的最後一個快遞 哇 這是我收到的來自DYPLAY的城市旅行者 降噪藍牙耳機 哇這也太好看了吧 這個應該算是一個 青色 青灰色吧 盒子下邊還有一些東西 說明書 裝耳機的這種套子 這個線應該是充電線 這跟顏色和耳機一樣 是音頻線 對 我目前唯一在使用的耳機 就是蘋果的AirPods 是我去年買的嘛 它確實是出門攜帶都很方便 但是AirPods一代它的降噪功能 是比較積累的 然後AirPods Pro 我又覺得太貴了 沒必要換嘛 所以呢就選擇了這款耳機 那據我了解它的降噪功能是很不錯的 可以隔絕大部分 最吸引我的還是它的顏色 很適合夏天 跟我今天的衣服 也很搭 有沒有 右邊的耳機呢 是控制它的音量 還有開關 這邊是它獨立的降噪開關 就算是不聽歌 也是可以單獨的使用它的降噪功能的 耳機整體的做工也很好 但是重量上面可能會稍微有一點重 我現在就戴上試一下 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包裹性很好 和耳朵接觸的這部分皮質是很軟很舒服的 現在打算連一下藍牙 試一下它的音效如何 長按這個開關鍵 它現在是這個紅藍閃爍的狀態 就可以連接藍牙了 然後去搜索一下 這裡已經搜索到了 來放一首我最近超級喜歡聽的歌 真的前兩天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單曲循環 就是特別夏天 這首歌 再打開它的降噪功能試一下 是在左邊 這個 這裡 直接往上一推就可以了 還可以我覺得音質 聽完了一首讓自己很開心的歌 這塊耳機我覺得它的音質還是不錯的 我自己對於音質也沒有太大的要求 所以我覺得它的性價比還是蠻高的 好了這就是我近期收到的一些快遞 天啊我的獎累了 伸展一下 信我又做疼了 今天是職場書 穿的比較成熟一點 那今天我和穆子要一起去一家餐廳 然後那家餐廳就是那種很像巴黎咖啡館的感覺 所以今天穿的就比平時要成熟一點點 其實我和穆子昨天就要見面的 但是因為太熱了 我剛 我剛跨出小區門我就說我不想出來了 因為實在是太熱了 我真的走出小區門我全身都已經被打濕了 我們已經到這條街了 這條街其實還蠻好看的 今天的人很少可能是因為下雨吧 所以其實我看大家都說要早上來 但我們今天來人也蠻少的 看見面的音樂 看一下吃什麼 我們倆今天都不能夠喝咖啡什麼的 我覺得它裡面的音樂好好聽啊 就是那種特別的法式 烤烤烤蝦會飯然後再點一份凱莎莎 我們的那個會飯那是五成熟的 然後看你是要全熟還是要 要全熟的 再點一份這個凱莎莎吧 好 這個是龍蝦飯 比我想像中的小好多 手掌比手掌還要小一點點 我以為是那種挺大一份的 好 I should be baby crazy All is making me I've been holding up For when you're alone 最近真的是特别容易出汗 有可能是我今天穿着 这条裙子它里边有一层纱 就出汗的话 它就会紧贴在你的身上 就透不了气 今天是历秋了 但是还是热 邪气啊你竟然 有点堵车现在 我今天戴的口袋居然被我提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就只有这样抱着它 现在我的手机要没电了 因为它没有穿高跟鞋 我今天比穆子高好多大看 他在作弊 他穿着高跟鞋 我提前跟你说了我要穿高跟鞋的好了 我穿了一双最平最平的平底鞋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快要4点半了 打算去吃火锅 你去吗 去吧 穆子在犹豫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吃火锅 太好可以建策了 所以最后穆子决定跟我一起去吃火锅了 我愿意破例为你点一次轻塌 我能吃下东西已经很好了 你可真是 中午我们两个吃那个 闭嘴 全是他吃的 你不吃好不好 我吃不下了 我也想吃 现在跟我来这一套 是的全是我吃的 你一口都没吃 我就吃了两口 吃了虾 天 那个虾还是得吃的 那78块钱的饭 可能48块钱都在那一只虾上 我们从火锅变成了清汤潮汕牛肉 因为我们想去吃的那家火锅 天哪要排队 排到九点 我们五点半去的嘛 就在附近找了一家这种潮汕牛肉 而且穆子刚好肚子痛嘛 肚子不舒服 所以就吃的比较清淡一点 这个是沙茶酱 这个就是普通的油碟 我好久都没有吃潮汕牛肉混沟了